台北县永和镇国库纪念堂的破土电1点里远近上午10点钟举行,但是由于主持人的迟到和不遵守时间一直延到10点50分才举行。 永和镇长松所牧,首先向台北县长苏清波,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焕做了一项简报,他说,永和镇的各界人士为了庆祝建国60年和怀念国库建立民国,造福全民得意而发起兴建了国库纪念堂,地址是在永和镇公所的隔壁。 这项桑金水泥的三楼建筑一共有847建筑,工程费是450万元,计定在150个工作坚里面完成。 接着苏建长为国库纪念堂错图。 国库纪念堂清洁完成以后,将做永和镇教育会、妇女会、青年娱乐中心之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